我敢说你永远都摸不清周杰伦的粉丝到底是哪个年龄段的 作为华语乐坛最具影响力的歌手 如今就连伊林后小孩歌都开始班级放大了 网友听完更是喊话 怎么这次调作还没换到他的身边吗 而这位名叫杨子豪的男孩 其实早前就因为在地下车库翻唱歌浅而走红网络 我很快就 我只能永远度着对白 度着我给你的伤害 小小年纪竟唱出了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情感 别融化了眼泪 你装都换了 要我怎么记得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记得你叫我忘了吧 而周杰伦演唱会互动环节 也不发小孩歌的身影 但当被问怎么买到票时 一句话差点暴露人脉 来小朋友 哈喽 叫什么名字 我叫蔡孟全 你好 旁边这个是你的哥哥吗 这两个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啊 小朋友就跟朋友一起来看你演唱会 哇 这个票 你是怎么抢到票吗 我有两个人的爸爸 他有个人 咱就说怎么买到票的我不知道 但旁边那个大海长大以后绝对是正听级的 而在10后群体打下监视基础的 还有张杰在他的演唱会上 小男孩眼睛一闭就把全身力量都集中在了嗓门上 甚至张杰都没想到自己的歌 在小学生中影响力这么大 大到连安慰 同学用的都是他的歌 小年只有小年狂 深海里山头是低调 感情日月尽量 他过几天 他在跟你玩 他跟你们摇口 我说 你现在太赖 你现在太赖 而且讲的成年很厉害 摇口摇口 都说凤凰传奇的粉丝上到99 吓到刚会走 作为粉丝都可以传承的歌手 演唱会一首全是爱 不仅榨出五岁小歌迷 甚至他们都学会了对唱 你说到底为什么 都是我的错 都怕爱情上了还没 全是太幽默 到底为什么 让你更难过 我要爱你 除了二位爱 能怎么做 而最炫民族风 也终究是 刮到了小学生课堂 小男孩就抬风老练 边唱边跳 将这首融入多样民族元素的中国风歌曲 唱得更接地气了 我们跳唱就要唱的最后才 你是我天天最美的理睬 让我远去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中文的唱 这还全是民族风 可爱是那所有人是爱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理睬 咱就说歌手凭借这些神曲 至少还能再活20年 请不吝点赞订阅